去年8月 陈先生因为买到旅馆宅 他挂布桃激烈抗争 半年过后 建商把他的房子买回去了 但这栋建筑物外墙 依旧挂着好几个寿字 因为问题根本还没解决 我们每个人都很无助 那建商给我们打呼就是 你们都不要讲话就没事 研究所的费用 就是律师费就对了 为了打官司 有人中断研究所学业 另一位住户的人生规划 也全被打乱 结婚就会变成说 会往后演 半夜睡不着觉 和他们一样 买房买住以肚子气的住户 组成自救会 誓言要捍卫自己的权利 除了我们现在在做民事诉讼之后 我们也不排除那么可恶的建商 我们也可能会用刑事的方式 去告他们诈欺 毕竟连上是一间蛮大间的公司 相信了一间大公司 可是他们做出来的 却是这么大的问题 首贺族信任大建商 最后却接到 建筑物使用不符规定的公文 希望掀起改善 否则开罚6到30万 一直到改善为止 住户这才恍然大悟 在看的过程当中 都没有讲说只能当旅馆 我们是尽量辅导 如果经营旅馆好赚的话 他去外面 可以再另外再买房子 建管处这样的回答 显然没有同理心 住户要问的是 建商在完工查验时 屋内有旅馆用的逃生指示灯 扩音器等设备 但却是一般住宅的规划 建管处查验的官员 都没质疑吗 建商或者说这个开发商 它背后隐藏的意图 我们在建管人员 不是说非常能够很精准的把握 另一个主管机关 都发处呢 进去要 人家 住户都 人家要同意 事隔半年 都发处没有任何作为 理由是无法进入屋内 怎么听都觉得是推托之词 建商违法在先 难道要对住户开罚吗 这对标榜移居城市的高雄 怎么看都觉得很讽刺 就用大楼的住户不堪 受骗上当纷纷在他们的阳台 挂上了寿字表示抗议 而建商和代销公司 也被公平会开罚100万元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 嘉义仁义坛旁的这个建案 在公平会开罚60万之后 现在在招牌底下多了一行 旅馆驱用地 作为旅馆或民宿的 这些行为是合法的 但如果我们不要 我们是当做自住的话 就更没问题了 得知建商态度 嘉义市独发处使用管理科将依法开罚 实际上多年前完工 位在仁义坛旁的湖滨高地大楼 同样是旅馆第一盖住宅卖 公平会开罚上千万 经过建商宿愿 最后裁定开罚300多万 家义市建管科科长点出重点 卖屋前如果没说清楚 建商就涉嫌诈欺广告不实 建商明说消费者还是买就是一物卧两器 但建商不会说的是旅馆用地无法变更 买了旅馆宅 因为房屋没当旅馆使用 随时可能会被开罚 最后倒霉的还是辛苦存钱买房的消费者 东森新闻 涂又城 汤辉恒 林承阳 董依贤 高雄嘉义的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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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